看到这个铁灰类 大家是不是有些眼熟呢 据说它的由来 这一名玩家与铁灰类同时挂掉 触发不死图腾所产生的东西 要说其特别之处 那就是它完美继承了不死图腾的能力 不死 铁灰类能重生 对玩家来说肯定是好事 但怪就怪在 这个铁灰类竟将玩家 视为敌人 事情还要从玩家聚灵地辅底说起 那时他刚把下线合金套装凑齐 为了检验强度 同时也未寻找图腾 所以便决定攻下伏地 只是里面的刷怪量 着实有些惊人 苦力怕 僵尸 味道士 到处都是 这些其实还好处理 最难搞的 当属伏地的两只幻魔者 过费了一番中折后 幻魔者还是倒在玩家的盔甲裙下 拿到图腾 玩家连忙撤离 因为这里的怪物实在太多 要是挂掉 显然就有些得不偿失 回到家中 玩家将图腾和盔甲 分别放在展示栏 以及箱子里 做完这些 便来到河边挖沙 这一挖 就挖到了晚上 晚上毕竟很危险 所以就直接选择了休息 第二天 玩家刚一出门 便遇到一群僵尸 这令他感到有些烦恼 怪物刷得实在太频繁了 所以他决定做一个铁魁蕾 到了晚上 玩家觉得有铁魁蕾坐镇 能出一个安稳教室 却听到下面僵尸的嘶吼声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有铁魁蕾吗 玩家很不解 因为急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只带了图腾 而没有穿盔甲 来到下面 他看到铁魁蕾竟然对僵尸熟视无睹 放任他们朝自己起来 玩家不由的怀疑 自己是不是做了个假傀儡 但在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铁魁蕾忽然又行了 对准玩家虽然有些奇怪 但见铁魁蕾正常起来 还是感到一丝开心 现在他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而就在玩家准备回去时 却发现房子下面竟有只苦力啪 由于担心房子被炸 玩家显得格外慌张 这导致操作变形 以至于接连被炸 将珍贵的恐龙品上飞 之后 玩家万分懊悔 但只能接受现实 也就是在这之后 他的游戏开始诡异起来 天亮 玩家来到下面打造战场 至于铁魁蕾的去下 他猜测应该是跨掉了 清理完战场 玩家正准备离去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阵阵诡异的声响 玩家顿时毛骨走然 连忙看向四周 但周围并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对此玩家就没有多想 可在后面玩家外出冒险时 那个诡异声音再次出现 在房子下面 不过仅仅片刻 就突然消失 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 请把保护 打在公屁上 玩家坚信自己没看错 但到跟前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而将图放大后 我们就能看到 刚刚的神明身影 正是不死的一类 见周边出现这样诡异的事 玩家便没有再外出 因为他想知道 那个身影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目前为止 除了耳边环绕的声响 他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 鉴于之前的情况 玩家学聪明了 在附近插满了火把 只是令他没想到 将生是不刷了 但却刷出了别的东西 在原先铁亏勒站立的地方 现在竟站着个不死傀儡 因为房子就在附近 所以玩家很快复活赶来 并且还带来了盾牌和钢子 将傀儡解决掉 他以为异常就此结束 结果一转时 又看到了傀儡 并一个照面 把房家干掉 当然如果仅仅这样的话 不死傀儡倒也没什么可怕的 最离谱的是 在之后的游戏里 玩家无论出现在哪里 不死傀儡总是会出现在后面 而玩家也曾尝试解决它 可无论多少次 这傀儡都能复活 甚至连指令都没有用 以上面试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支持一波 我是少萱 咱们下期见